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二个 还说十二个金牌 这都什么比赛得的 我也不怕了 什么比赛得的金牌呀 谁国 全国 全国参加什么比赛得的 乒乓球 乒乓球 也就是说这是一位乒乓球冠军咯 看到了吧 葛根夫胸前的十二枚金牌是多么的耀眼 乒乓球冠军的称号 名不虚传 但是你能想到 他曾经是一个口不能言 身不能行的人吗 葛根夫从小便患有唐氏综合症 可是妈妈白夜 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 一直到孩子一个多月大 发高烧被送去医院 他才知道 自己的儿子竟然得了这个病 医生说 得了这个病的人 不会说话 不会走路 舌头也经常会伸在外面 当白夜闭上眼睛 想象到这个画面 他真的无法接受 他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变成那样 于是白夜发了风势地 跑遍了全国有名的儿童医院 甚至还找过江湖游医 各种各样的偏方 他都尝试过 但是一次次的失望 让他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 得了这个病 是治不好的 失望过后 可能大多数的父母 都会选择放弃 但是白夜没有 葛根夫五六岁的时候 还不怎么会说话 发音特别地含糊 只有白夜能听得到 而当时妈妈心想 如果儿子总是这样 将来又该怎么生活呢 不行 我一定要让孩子 学会怎么说话 小的时候 葛根夫特别喜欢吃雪糕 可是雪糕这个词啊 总也发不明白 动不动就发成了 雪刀雪刀 有一回又想吃了 白夜就拿出了一根雪糕 举在了手上 对他说 葛根夫 今天你要想吃雪糕 就必须得说明白 说清楚雪糕 说不清楚 就不能吃 就这样 白夜一直举着雪糕 直到雪糕画满了手 过了一会儿 葛根夫对妈妈说 妈妈 雪糕都画了 你手凉不凉呀 又过了一会儿 他又说 妈妈 我就舔一口 一口 行不行 到最后 葛根夫说 妈妈 要不然你吃了吧 雪糕都画了 全浪费了 白夜看着儿子 眼巴巴的小脸 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但是他绝对 不能就此放弃 今天只要儿子 说不清楚雪糕 这个词就不能吃 就这样 靠着一步一步地引导 葛根夫终于慢慢地 学会了说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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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